好,同樣的呢,我們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選擇面 讓面做平滑 那面做平滑其實比較有意思 所以按Ctrl、Shift 你可以選這個面 這個面 這個面 我 好,加選到它會反黑 那假設這個三個面你要做平滑 你可以在設計 變形體 修改變形體下有個平滑 或合併表面 N的啦,不是或 N的 它就把這幾個面平滑掉 那它有這兩種選項 這個選項它會保持 比如說這個邊線的關係 所以 它下去之後它這裡會凹進去 可是到這個邊緣的時候 它會變回原來的直線 那這個就不是 它會把邊緣也平滑掉 好,所以我們假設這個 那這個呢,是它的選項 就是你 到底可以做到多細了 這個是跟你的電腦 強度有關 確定這樣 我把它弄得最細 比較看得出來的效果 你看它就變這樣 邊緣這個地方回到原來這裡 就是它不會把它變成平滑掉 所以邊緣的地方它又會翹起來 好,那如果不是這樣 我們做的是另外一個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是不一樣的結果 它邊緣就會變成平滑掉了 好,邊緣就會平滑掉 不過我剛剛也不夠平滑 所以要變成比較少的三角面 比較沒有那麼平滑 好,那 剛才那一種呢 可能這樣的選擇 比較看不出的效果 好,我再 改變一下 我把這四個面選起來 然後去做 改變形體 可以合併 用這一個 好,我把它做多一點 好,確定 你看它中間是這樣的 就這樣 平滑四個面 四個面是平順的 但它為了回去到邊緣線 所以它又跳回原來的直線